大家好,我是阿玉 今天我们来做孩子喜欢吃的零食 棒棒糖 用梨子来熬制 没有添加,吃着也放心 准备两个梨子 因为家里刚好有香梨 我就用了香梨 你也可以用雪梨 我们先将梨子的皮给修掉 用刀切一下去掉梨子糊 再将梨子改刀成小块 切好之后 再将所有的梨肉放进搅拌机里面 直接将它打成汁 碗中放一块纱布 将梨子汁倒进纱布里面 用力挤干里面的水分 过滤出来的梨子汁 有200克倒进奶锅里面 再加入130克的冰糖 加入一勺麦芽糖50克 开火 将冰糖给融化 刚开始会起大泡泡 表面有浮沫给它打一下 慢慢的大泡泡会变小 用锅铲不停的搅拌 锅里的泡泡变密集 颜色慢慢的发黄 然后点一点到清水里面 糖液能够立马凝固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灌火了 然后将它倒进模具里面 模具一定要提前准备好 将棍子给插上 没有模具就准备一块 细油纸或者是盘子 放上牙签 一样的倒上一个圆形 就是一个棒棒糖了 船部倒好 放置两个小时 这样我们的棒棒糖就凝固了 直接脱模就可以开吃了 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喜欢吃糖 外面买的糖添加非常的多 不如自己在家做 添加一点雪梨 味道更加的独特 秋天吃一点雪梨 还可以帮助润肺 感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试着做一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长按点赞功能 关注我 解释更多美食 我下月 拜拜